勇者辛梅尔死后29年 弗利连一行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 塔赫伯爵领地 这是一个热闹的大城市 三人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但弗利连却十分反常 打算买好补给就赶快出发离开 即使休泰尔克提醒他 这座城市有魔法殿 也依旧没有改变主意 还问休泰尔克知不知道 任医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然而弗利连并没有如愿以偿 还没来得及买补给 便被一个贵族管家打扮的男子认出 男子告诉弗利连 领主大人希望能与他共进晚餐 弗利连则立刻拒绝 但听到男子说 勇者一行曾经拯救过这里 领主大人希望可以进地主之以后 还是接受了邀请 就这样 弗利连三人来到了领主宅邸 休泰尔克开心的享用着美食 弗利连则一脸不请愿地 对领主的邀请表示感谢 并告诉领主有话直说不用客套 于是领主礼貌地说明了这次的委托 希望弗利连能帮忙找回 被魔族偷走的家传宝剑 又被偷了 弗利连无奈地发起了牢骚 休泰尔克则好奇地询问他 为什么说诱 并在得知领主曾祖父在位时就被偷过后 吐槽这也太容易被偷了 我知道了 请以魔导书作为委托的报酬 弗利连说完立刻开始行动 与飞轮休泰尔克一起寻找宝剑 并在路上聊起了塔赫领主的曾祖父 据他所说 虽然北方诸国有很多蛮横的贵族 但这里的领主一家根本就是无理取闹 当初塔赫领主的曾祖父直接为协勇者一行 如果找不回家传宝剑就进监狱 西梅尔等人更是在完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费了好大力气 才在修维亚山脉的山顶找到了偷剑的魔族 轻松羁绊魔族后 弗利连抱怨山顶好冷 还说这个委托太麻烦了 西梅尔则表示 虽然委托很麻烦 但大家又打倒了一名魔族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还说自己绝对不会对有困难的人坐视不理 但被身后的海塔吐槽 只是单纯的喜欢麻烦的委托 于是干脆的承认 自己确实觉得困难的委托更令人兴奋 并被弗利连吐槽不愧是你 算了 还好这次我们知道魔族的逃跑方向 比起之前真是强太多了 弗利连边走边说 菲伦则询问他 为什么魔族总是来偷剑 并被告知塔赫伯爵的家臣宝剑 原本就属于有名的魔族 可能只有魔族才能明白这把剑的魅力 不过 弗利连大人居然会接受这种委托 我还以为你一定会拒绝呢 我也没办法 那把宝剑是西梅尔找回来的 我如果拒绝了的话 西梅尔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况且 如果是西梅尔的话 一定也会接受的 就这样 弗利连三人根据线索 跋山涉水寻找宝剑 最终来到了一座荒凉破败的村子废墟 并发现了一名穿着罩袍的女人 女人说自己是旅行中的僧侣 还告诉弗利连 这个村子被建制魔族毁灭 而自己则正在调研村民 弗利连告诉飞伦 建制魔族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魔族 随后看向眼前的几座简易坟墓 赵袍女人则接着说了下去 称建制魔族毁灭了很多村子 并且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还让弗利连三人和自己一起为死者祷告 听闻此言 弗利连平静地举起法杖攻击一座坟墓 确认坟墓中并没有尸体后 戳传了赵袍女人的谎言 原来 赵袍女人正是建制魔族 她摘下兜帽露出了魔族的犄角 并一边拔剑一边告诉弗利连 自己只有杀掉村民才有东西吃 为了活下去没有别的办法 随后再次为弗利连戳传谎言 就算不吃人类 你们也能活下去吧 就这样 弗利连三人与建制魔族正式开战 而这场战斗只持续了五个分镜 甚至都没能轮到飞轮和休塔尔克动手 解决掉建制魔族后 弗利连三人对村民的空坟墓祈祷了起来 随后回到城内将宝剑交给领主 并得到了被弗利连称为十分不错的魔导书 魔导书上记载着将红苹果变为青苹果的魔法 真无聊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